尊新娘 忠心童 阿娇 12月4日现身香港商业电台 宣传新歌 听说的幸福 这首歌是阿娇送给老公赖红国的新婚礼物 原本打算在本月20日 两人在香港的婚宴上播放 但是最后阿娇没有守住秘密 提前公开并和老公分享了 阿娇称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感人的歌曲 这首歌其实真的是 本来是一个惊喜啦 本来是想在喜宴 因为我之前拍那个水底婚纱 本来是有个video 我想就是那首歌放里面 就那天播的 但就是对啊 我就不能守秘密嘛 那就对就没有那个surprise 录的时候没有哭 但是每一次听都会想哭 因为真的觉得那个melody 还有那些歌词真的是你听到 你会想哭的 另外一向不爱做健身的阿娇 为了做一个最美丽的新娘 早前开始每天到健身房锻炼身体 并天天在社交网站中上传健身日记 当天看到阿娇也真的有受到 看到这么努力的阿娇 就知道他爱赖红国爱的有多么深了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健身的人 但因为Michael就是坚持每一天都去健身的 他常常叫我去做运动 我也没听他的 但我要是婚纱嘛 要婚纱很超小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这些运动 还有对阿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棒了 厉害阿 每一天坚持很有毅力的去做 也愿意把自己的肥拿出来跟人家分享 但我觉得是好事啦 就是可以 就是让 因为我不喜欢健身嘛 我相信有很多的女生 也跟我一样不喜欢运动 但我就是希望 他们可以 就是跟想减肥的朋友 一起有一个 由零开始的感觉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